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之前Page和Airboard都讲完以后呢 我们今天专门讲一句Shape Shape也就是形状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Airboard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随机画一个长方形 那今天的Shape的话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Inspector 也就是这边的属性栏 非常细节地讲一下这个属性栏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非常的有用 当然这些是废话 那你在不点击这个方块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属性栏是默认的空白 因为你有没有选择你的对象嘛 那你选择对象的时候呢 好 属性就立马显现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第一行是位置的属性 这个什么有用呢 这跟Photoshop的Inspector一样 就是喜欢用的人非常喜欢 不喜欢用的人超不喜欢用 然后Size的话呢 大家我也跟大家说过 大家可以把它调成整数啊 700乘以400pixel这样 Transform这边有一个Rotate Rotate就是旋转的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一行也有一个旋转 这个是快捷键 你在这里旋转也可以 随便几度都可以 这个在制度的时候 反正就是跟Photoshop一样 这没什么特别的奇怪的地方 Flip就是对称这样旋转 左右对称上下对称 这个因为是长方形 也看不出个 对不对 Radius这个圆角 相当有用 在做Button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有用 当你做一个非常小的长方形的时候 它这个圆边如果达到100 100或者是几十以上的话 它就会变成完全的圆的一个Button 这个很有用 大家在做Button的时候 可以keep it consistent 也就是让这个圆角的Radius 不管是在不一样的尺寸的情况下 它的那个Radius的Number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这样Button看起来比较统一 Share Style 这个我们下节课会讲 就是如果你知道CSS的话 那么这个Style是可以被统一的 Opacity 透明度 这个不需要讲了吧 透明度 Blending Blending这边所有的色调啊 Saturation啊 色差啊 什么Overlay啊 就是分层啊 或者是Lighten Screen这种 中文的话 我觉得Photoshop里面都有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翻译到非常标准 但是这些都是从Photoshop里的那些FX 就是那个特殊效果里来的 Blending就是混合效果 这个都跟Photoshop一样 然后非常好用 这边的Feel和Border 是我觉得最 用的最常用的两个吧 Feel就是填充色 Border就是那个边的颜色 那它的默认都是灰色的 一个浅灰一个深灰 然后啊 这边也是一个BlendMod的Opacity 就是透明度 然后Border那个边的话 它就是粗 一个Pixel 两个Pixel之类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个Border关掉 这样子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填充色 填充色的话 如果是Photoshop高手的话 这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大家可以填各种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根据不同的Hue来填 然后你可以有Hex Number或者是RGB 这边的A也是一个透明度 你填100%就是最大的 50就是一半的透明度 有一些地方CSS写的是1 1就是100% 0.1就是10% 反正这个规律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你可以填Solid 就是那种平均的颜色 你也可以在这里做Swatch 也就是像色卡一样 你可以自己添加你想要的颜色 点击起来 填充起来比较方便 那这个Solid Color 这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吧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太easy了 这边是一个Fill 这边是一个Gradient 就是直线形的那个渐变色 那渐变色现在虽然不是很流行啊 但是还是有时候还是要用 那你知道会怎么用就行了 那就是从一个颜色渐变 到另外一个颜色 它这个都是可以调节的 你可以垂直 可以90度 可以45度之类的 渐变色 然后渐变色之后呢 渐变有垂直的嘛 然后有Radio Radio就是圆的那种辐射型的渐变 就是从中间射到外面的 然后你可以调半径的 这个光运效果 有很多地方是这样用的 颜色大家可以取色块 然后选自己喜欢的颜色 你可以 就是跟渐变一模一样的使用方法 这个我相信大家设计师的话 都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鬼啦 然后啊 还有 还有Angular这种渐变形式 我说实话我用的非常少 这个还蛮细气的 这是有一个就是旋转的 然后 这个还蛮神奇的 叫Angular的渐变效果 这一个是Tile的一个填充的界面效果 这个是皮质的 这个是纸张 这个是网格 这个是斜线的 这个Tile的话 你可以调密度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导入 你的那个image 像PNG啊 或者是那些 像以前Photoshop 它Pattern都有一个小的图片嘛 然后它可以无限重复 其实这是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自己导入你的Pattern 然后这个Global Pattern 就是电脑里自备的 然后Document Pattern 是你可以自己导进来的 这个 我觉得在Sketch里面 目前用的非常非常少 连那个辐射型的渐变 也用的非常少 基本上前面的Solid Color和 Flat Color和一个 就是线性渐变 已经非常非常有用了 然后它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Noise 噪点 Noise有很多种啦 它也不是很多 只有三个 有黑的 白的 和有颜色的 看瞎了眼 然后Intensity 其实像 它翻译成中文的话 应该是密集度啦 但是 我肉眼看起来的话 会比较像透明度 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看到Opacity 跟Intensity 其实没有差别的 好了 那Feel讲完了 我们回到之前的 Flat Color 这里有一个选项勾 你选的时候 就是有Feel 不选的时候 就是没有Feel 那你选 有Feel 然后我们再把Border 加回来 我们刚才 默认的是灰色的 那么我们现在 把它加粗 看一下这个Border 然后这个Border 它这个Stroke Stroke就是那个 外框的线 它有三个位置 三个位置 三种体位 Center是中间 Inside 里面 Outside 外边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先用Center来说 就是说 它那个轴对称 是在中间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Zoom in的话 那个对称线 是在中间的 看到没有 如果我是Inside的话 那个对称线 是在外面的 这个大家放大了 可以研究一下 它的那个 边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多加两根边 你就知道了 那这边有个Setting的icon 你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边 你可以设置 圆角方角 这个是 因为这个是 封闭的一个路径 所以End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我可以 切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切掉一个角 这样子看 或者是圆角 或者是切掉的角 这是有差别 我们选圆角吧 然后你还可以选Dash Dash就是 虚线 你可以根据 不同的尺寸来 我如果是4和4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效果 好像看不出来 12呢 可能太大了吧 如果是2和2 这个续线并看不出什么鬼 这个续线并看不出什么鬼 好 这样就看出来了 因为刚刚我的那个末端 点的是Join 所以它基本上都连起来了 那如果这个续线有点虚的太可怕了 我们来4和4看一下 可能就连起来了 刚才我不小心点到了Opacity 就是透明度 好那这个就是虚线的制作 这个 大家可以不断的试验 然后 我并不想要虚线 所以我又把这个东西就 去掉 好了 我实现的回来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加号 加号呢 我想再加一个border 那我就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之后呢 它因为还是center 大家看到它是加在同一个地方 那我这次想要换位置 如果我同一 刚才那个是14pixel的那个粗细嘛 我们换成6好了 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那如果这个center 我也换成6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是完全覆盖的 因为它们都是中心的位置 所以它们是重叠的 那么我们这次 可以放在outside 就是边外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三个pixel是被掐掉的 那这个换成inside 这样就是6和6 那这样就是12个pixel 这样的话 不知道大家数学好不好 这个很好换算吧 就是轴对称在哪里 然后我们可以换成切边之类的 丑是丑了一点 好 那既然border可以加两层 你可以无限的加 你可以再加 你继续加 没有问题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feel也可以加吧 好我再加一个 加一个的话 我们试一下加noise吧 然后你可以是multiply 或者是lightning lightning就看不见了 screen 我们可以把它percentage 调成50 然后看看有什么difference heel 可以看到细微的差别吧 如果是normal的话 就是这样 那换而言之 这些甜色和边框 都是可以无限加的 这是涂层 那这些图层在这里呢 如果你想删除 你可以右键 你可以复制或者删除 还有一个非常酷的 sketch的一个界面的设计 就是你把这个勾取消 它这边会自动出来一个delete 那这个 从 不是从平面设计角度来说 如果从interaction 交互设计角度来说 就很酷 因为你前面是看不到 这个delete button的 你看不到删除键的 当你选择以后 它的删除键才会出现 你点删除 它就把不需要的图层 比如说我这两个border 我都不要 我关掉了 你这里的垃圾箱出来了 我只要点击一下 它就把这两个border的 那个属性全部删除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 怎么样一个交互呢 就是 隐藏型的button 就是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是看不见的 当你需要的时候 这些button跳出来 给你服务 那这个是省空间 而且就是 给你 吸引你的注意力 因为当你把这些按钮 去的的时候 你会看见 put什么东西跳出来 你会看一眼这个选项 那这个选项是删除的话 正好是你需要所用的 这个插拨一条 交互设计的小知识 那我们继续 下面是影子shadow shadow的话 默认的是 这个也是css 它有x position y position 还有blur 这完全都是可以调的 blur可以调 spread可以调 这个没差 然后这边inner shadow 也可以调 这个就跟photoshop 没有差别了 blur 就是高丝模糊 你还可以选各种 motion blur 运动模糊 zoom blur background blur 就是 那我们就高丝吧 你可以根据 高丝模糊 调整不同的 大小 所以 现在看起来 这个图形 是比较丑的 我们下一节课 会拍好看一点的东西 那这个inspector 这边的属性栏 基本上所有每一条 我都介绍到了 下面那些 可能用的还比较少 因为它还是偏photoshop 但是是简化的功能 已经完全足够服务于 任何界面设计 但是最上面的position 位置 尺寸 以及这些flip和radius 是非常非常 使用度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熟练掌握这个 是非常有用的 基本上是这样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咯